卫世豪、高准毅加盟广真恒大飞廊。 外界娱乐一直质疑,广真恒大在中叉联赛,登记转会窗口, 交下李宁九五后的年轻国奖,是在行组建国家集团队之时。 毕竟,对内还有此前已经宣下的邓寒文、杨丽宇和唐诗, 在加上卫世豪、高准毅、李宁明、张修伟和超等人, 几乎都是此前因二三样周军的首都阵容。 可以预见的是,在上市这些年轻的九五后国奖当中, 绝对部分人都将会逐选未来冲进2022年世界杯的国足23人大名单, 甚至有一半的人都可以打上主力。 因此,广真恒大在2019赛季的中叉联赛, 推行了双万元加盟为淘汰时, 为的就是给予这些队内的年轻国脚们上场比赛的机会。 与此同时,也完成球员新老家替, 刘宇宇、张修伟和超嘉能管真恒大门了。 反观在国内与轻逊渐长的山东里门, 新后季的阵容当中, 还有32岁的崔鹏, 34岁的周海迪, 34岁的李欧, 在上个赛季的中叉联赛, 他们哪晚都是在山东里门的比赛当中, 以替补的风势登场亮相。 除了在中叉联赛场地队的123名额球员之外, 剩下的换人名额都几乎会被他们三个人所占据, 这就给对另不少年轻或者20出头帮打真人的球员, 几乎是没有出头之日。 截止到2月25日, 山顶路门已经有五人转会或租建离开, 1994年的黄土转会陕西长安竞技, 区人转会黎州客家, 广州基本确认加盟得体大, 1995年的姚军称, 最继加盟天津天海, 1998年的百天赛, 最继加盟昆生FC, 姚军称加盟天津天海, 而留在深当里门必利的高中风成员, 几乎很少有出场的机会, 即便是给予了一些时间上场, 表现不好立马就又被打入冷宫, 这样对于年轻球员的培养真的好吗? 作为国内新生大户, 山东里门就应该尽快完成新老交替吧, 再来看看山东里门对目的其他30岁以上的主力, 或者是主力替补的球员们, 32岁的张池, 30岁的郑正, 32岁的哈俊米, 32岁的巴林, 32岁的王大雷, 他们当中这些球员, 还能够在山东里门打几年吗? 随着年龄的增长, 竞技状态肯定会有所下滑, 难道不应该尽快断练找到他们的替代者, 多给予一些哪套替补时间的比赛机会呢?